为了将花莲种植面积980公顷 产量高达16000公顿的U值文旦佑推销出去 花莲县长徐政卫率领农业处 吸走瑞穗玉溪两大农会 举办大大小小六次的促销宣传会 16日完成最后一里路 协助农会将文旦佑赤集大果签约出去 让今年的文旦佑完售 花莲其实每一个农会 都有每一个人农会的特色 每一个乡镇都有每一个乡镇特殊的产物 而发扬每一个产物 让它发挥最大的价值 让所有的利得回归于农友 这是我们要做的 这是一个县政府理应当的 而是县政府的责任 让乡亲能够安居乐业 这也是我们县政府公部门存在的价值 在田间的管理作业 我们农友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棒 非常的用心 还有农政单位的专心 以及技术专业的投入 让我们农友真的如虎添翼 也让我们所有的文旦佑的品质啊 真的都是精品 样样精品 在花联县长徐正位农粮署东区分署 副分署长陈吉春的见证下 瑞税农会理事长魏清禾 和文旦复兴公司董事长刘瑞奇 以及德大生计 瑞泽企业等三方 共同签下文旦金油加工委托合约书 人家说感谢天 感谢队 感谢我们老婆和我们老婆 尤其要感谢我们大家 对我们爱好照顾最多 因为是管理作业 这一支交费应该是管理的第六条 但是今天更要感谢的就是我们的三位董事长 你知道我刚才在设计整百种的这个産品 这个加工品是一种生命的延续 所以我们还是要感谢我们三位董事长 帮我们这个产业的这个方面 理事长感谢县长和农业处大力协助 让今年的文旦又销售成绩亮眼 还外销至海外 而近适成的文旦大果能够加工成精油 在次果去除化下 也维持了文旦又的销售价格 愿意开发文旦又精油加工商品的商家 也是农友的一大注意 对文旦来讲 生命的延续有无限的可能 所以我们就把皮 简单讲就是把皮肉分开 我今天有带来就把皮做成蜜件 把肉做成果酱 各位可以想象 光是这两个东西保存极限 就不止一年了 那你在用这样的混合之下 你就可以做很多高饼的原料 也就是说 藉由加工它就不只是B2C 说我们去面对客户 我们甚至于可以B2B交给很多的企业 所以今天不管是文旦复兴 我的很多产品其实也请德大帮我代工 也许我店里面下次开始卖汽车的芳香剂 就是今天这个新朋友 我今天第一次见到他 其实我们都是很好的伙伴 都一起在为花莲的幼农 也算精一点心力 一公顿文旦只能萃取出三公升的精油 精油加工用作洗手乳 洗碗精 繁文液等用途很广 甚至还能作为民产内线及饮品 也成为花莲另类的民产伴手礼 而这次签约典礼的地点也相当特别 现在我们其实有很多 一般我们在行走的公共空间 那可是随着公共空间开始也有一些功能产生 因为毕竟每天我们都在这个环境里面 进进出出 也因此让一个公共空间 艺朗化 艺术化 其实开始可以产生 对于我们现在的商品 或者是未来农业上要行销 都可以对于帮助 将县府闲置的小角落 变成农特产品展示空间 逐渐农业处长吴坤卢的销售专长 吉巧师 也让花莲农特产品行销 能够一次一次的突破 交出亮眼的成绩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